这个情况啊,十分感应,群众啊,都是家道欢迎,都是几环的,长达四五环,而且呢,是自动的,就像他们当地人民一样,跟当地欢声红军一样,是这种场面。 我们这些艺术家呢,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就是看到这种场面,都流出了,那是艺术家呢,自己去读方法。 看你来了,看你来了。 思泉,四川的,八州地区,南郊现任。 乏了,乏了,乏了。 乏了,乏了。 乏了,乏了,乏了。 乏了,乏了。 乏了,乏了,乏了。 乏了。 包奶奶當年參加紅軍 後來受傷被送到了咱們鷹坡村 是咱們鷹坡村的父老鄉親們 用生命保護了她 多年以來呢又照顧包奶奶的生活 那麼在這裡呢 我首先代表我們軍區首長 還有我們全體指戰員 向包奶奶和咱們的鷹坡村的父老鄉親們 表示親切的問候並致以崇高的敬禮 包奶奶知道您是四川人 一走六十年沒有回老家了 給您唱一個四川民歌 太陽出來洗洋洋 太陽出來囉 喂 洗洋洋 超級騙大亂浪子 光翔那山來由啦囉 送離那八路 開山覆路啦囉 超級騙大亂浪子 光翔上升高樓啦囉 超級騙大亂浪子 人民忘不了昨天 人民怀念红军 我们忘不了人民 我们想念母亲 当真情的流露 与激昂的歌声 在两代人心灵深处撞击之后 所迸发出的正是历史与现实的交响 在千里河溪走廊 当年曾有万名走过长征的红军将士 血染疆场 这位七十岁的普通农民汪老汉 曾目睹过当年红军浴室杀敌的情景 在他家的旁边 徐向前元帅曾在这个宝子里指挥战斗 六十年过去了 老汉一直守在这里 等待着亲人的归来 当老汉得知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到来时 执意要别人在自家门口写上一副对脸 写什么呢 写什么也表达不了汪老汉 对红军的怀念之情 他只好贴上一对无字的红纸 来表达他对昨天的无限思念 在遥远的西藏 在雄伟的布达拉宫 西藏人民也忘不了纪念长征 因为正是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人 在解放他们的事业中留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五零年三月 由军长张国华 政委谭冠三率领的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 在两个月的风雪夹击中 勇敢行进了三千余里 硬是在严重缺氧的死亡线上 翻过了十九座海拔五千米的大雪山 把部队开进了拉萨 这威武雄壮的禁军 被另一名红军将帅刘伯成 称之为第二次长征 那个时候紧张的任员 为了和平接放西藏 为了给西藏人民 慕幸福 也就是劝心劝意为人慕利 可以说是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 集成发映了我们党的光用传统和优朗作风 特别是长征的精神 那个时候不管是遇到多大的困难 如果你一说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困难在亚大 还能比长征困难吗 一说长征 长征比我们还困难 那这个接着了 对 人也都能够可以 前有这个 渡病后有水病上空 人家这样都能什么 我们现在 为什么不可以克服这个自然条件困难 谭冠三将军自己去了西藏 还把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妻子 也带进了西藏 而且立下了遗愿 他的骨灰一定要留在 自己曾亲手开垦过的这片土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藏 是红军和长征翻开了你新生的遗眼 何止是西藏 在整个共和国的版图上 长征留给我们民族的那种精神 那种信念 那种道德 那种文化 那种艺术 都在创造着历史的奇迹 这座桥是红衣方面间和红丝方面间 惠丝的惠丝桥 我们看到这个小桥意义很大 这惠丝是什么意思呢 惠丝就是力量的激活 就是宁记 就是各种力量团结在一起 六十年前的这座桥没有变 但小桥所在的小金县全变了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经过小金原来的蒙公 六十周年 我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在这次纪念大会上举行了三千人的签字议事 从县委书记开始 然后我们的青年团圆党圆 包括红临经几岁的小娃娃都参与了这项活动 场面十分热烈 我们通过这个活动 我们是为了弘扬红军精神 为了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把这个红军精神 一代代地把它继承发扬下去 作为我们这一代要继承好老一代革命家 他们艰苦创业 为了民族的事业 革命的事业 党的事业 进行作为工作的这种精神 那么作为我一个民族地区 一个贫困县的县长 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 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全县各民族的干部群众 把经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上去 争议回忆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 但是争议回忆的光辉光照全球 产生精神极力完蛋 争议人民正式以发扬产生精神 增强命成一世 分发建设争议 作为既传统 创新业 抓改革出发展 本小康新兵成的强大的精神支柱 和推动力量 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 为真心真意 已经取得了可惜的成就 但是今后的路程更远大 人物更慌勇 我们这个县呢 是供货柜比较年轻的一个县 因为是当年长征走过的大草原 取名为洪源县 我们民族改革以前是黄疤一块 没有任何建筑 更没有现代的这些 比较现代的楼房 短短的这么35年来 我们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 通过国际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 和我们国出人民的共同努力 可以这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的变化更是让人感叹不已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举世闻名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是建立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 六十年前扛着步枪抵御敌人 围追堵截的红军战士也不会想到 数十年后 新中国的年轻军人和科技人员 正是靠红军创造和留下的那种精神 在这荒芜人烟却洒满烈士鲜血